2021年已经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了 从1月份开始播出的选秀综艺节目《创造营4》 也成为了网友们关注的焦点 新一季的《创造营》有很多看点 不仅是赛制上面做出了巨大的改变 同时还邀请了很多国外知名艺人或者是素人的参加 并且当时有网友爆料 国外参赛选手必须有三位成员出当 因此这次创次要走国际男团路线 目前节目也是即将迎来第三次公演 新一期节目当中发布了第二成员顺位 周科宇未居榜首意外爆冷门 流语跌至第四让人有一些惋惜 而暂多历丸仍旧未居遣散 前11名成员人才寂静 除了几名稳定成员之外 也有一些黑马后来者沮丧 比如奥斯卡 博远 而这11个位置也是关系着 创造影202190位成员的命运 毕竟参赛的都为此一搏 目前来看 前11名当中 刘宇 周科宇 林莫 博远 张家元等 作为中国成员成团几率十分高 外国选手中 赞多 力丸都是实力派人选 除此之外 尹浩宇 奥斯卡 米卡 也是常驻前11名当中 这些选手中 爱回公司的四位选手 可以说是实力超群 之前赞多 力丸 米卡 庆联和马五人并称为爱回五子 随着河马的退赛 这几个人变回了爱回四子 其中赞多和力丸 米卡的实力人气都很高 仅剩庆联排名不尽人意 其实庆联的综合实力也很不错 但是碍于其他几位过于优秀 所以庆联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出彩 爱回的几位选手出道几率十分高 同时创造营2021作为综艺节目成团位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早已经开始安排了 不可能完全放任给群众投票 此形式可以参考隔壁姐姐选秀 乘风破浪的姐姐 成团人选或许早有安排 在新一期节目当中 庆联在采访的时候说漏嘴 揭露创四成团内幕 不禁让人感慨他和米卡同台不同命 庆联这一次排在了第13名 庆联从参加节目以来名次从12、11、8、8、12 到这一次的第13名 庆联的成绩和稳排在前市营的米卡来说 比较跌宕起伏 三次上榜 三次和成团位擦肩而过 庆联还是比较危险的 当时 庆联在这一次顺位发布播出的时候 表示要搬过去和米卡一起住 因为和马走了 米卡有一点难过 根据节目播出之后性可以看出 此时录制节目的时候是和马离开之后不长的时间内 所以米卡整个人很失落 而庆联作为交叉点的成员选择陪伴米卡 采访的时候说 庆联说 如果我不可以和米卡成团 我们的生活会不一样 米卡一起度过最后一个的时间 从庆联这段话当中可以看出 米卡出道是板上钉钉 当然米卡的实力很好 人气也很高 同时不排除和节目组已经签好的约定 而作为交叉点成员的庆联则明确 知道米卡会成团 自己却不会成团 所以才会在第二次顺位发布的时候表示 和米卡一起住最后一个月的时间 而庆联也不是不优秀 只是在赞多 蜜王 米卡 这些选手面前稍显逊色 而他们都是爱回的成员 节目组也不可能允许 同公司这么多的成员一起出道 即便他们很优秀也要均衡分配成员的位置 毕竟这是在中国举办的选秀节目 同时 近期爱回因为不当言论影响了一些口碑 路人员也有所降低 甚至有不少网友呼吁爱回 其其成员退出创造营2021 所以在这种不利形势之下 爱回的成员当中 赞多 蜜王 米卡都能够顺利出道 就是上上之道了 而庆联注定是陪跑的 河马退散 庆联陪跑 交叉点三人当中仅有米卡能够出道 虽然说有一些惋惜 但是庆联的台风和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尤其是第二次公演时的表现 网友们看到了世界的层次 同时 国内选手的进步也让观众眼前余亮 不管来自哪里 只要是大众喜欢的爱斗即可 综合来看 这一次能够成团的成员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这阵男团的质量很高 最近第二次排名发布之后 相信不少人都在密切关注着节目的消息 尤其是场内几位热门选手 更是成为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不得不说 能把一档选秀节目做到这个地步 而今年确实是找到了流量密码 轻松在同类型的引踪离取声 关注节目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在创丝里面有一个号称是人气象征的橘子榜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公布最新的动向 该榜单不仅揭露了选手的个人热度 同时还反映着各项指标的变化 可以说是比撑腰值更具说服力的排名表 而在最近更新的橘子榜当中 也同样展现出了不少的信息 比如刘宇的统治力 根据橘子榜的情况 我们不难发现 刘宇在粉丝打投这一块 确实占据很大优势 从总人次到总橘子榜数据 几乎都已经形成了碾压的趋势 甚至超过第二三名近一倍 如果单纯从橘子榜的反馈来看 刘宇已经称得上是GC了 这种断层只会越拉越大 后续很难通过其他方面弥补 但是即便如此 在官方曝光的撑腰榜上 刘宇名次依然出现了大幅度下滑 不仅错失TOP1 甚至还一路跌到了TOP4 两者相结合的话 刘宇这个变动就是比较反常的 这里暂且不讨论节目组鸭票的问题 只能说希望刘宇后续可以重回巅峰 不论有多少争议的黑点 他目前代表内娱排面是无庸置疑的 千万不要随便用言语就摧毁了年轻人的梦想 而除此之外 橘子榜也套路过一个问题 那就是观众对于外国选手确实宠爱有加 除了刘宇的打头比较重外 第二名到第五名全部都是外国选手 甚至前十一名里面就有五位外国选手 这就是内娱比较尴尬的情况 不得不说 内娱终究还是被爱回和RBW上了一课 米卡赞多 丽丸 吉祥 庆莲等人几乎横扫了半个出道位 虽然很遗憾 但还是对几位外国选手表示恭喜 能收获这么多人的认可 就是实力的体现 同时也期待林默 周科瑜 以及靠后的内娱选手 可以多给力一些 竞争压力大 才会迸发出更炙热的火焰 值得一提的是 丽露修人均打榜 已经超过十块了 这应该是很多损失都没有想到的情况 丽露修是国外参赛选手 他的颜值并不算是最帅气的一位 实力也不是最好的一位 目前排名也在20名开外 想要出道估计很难 毕竟现在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 想要冲进前十一名 应该是没有希望了 不过 丽露修在创四节目当中的热度一直很高 话题可谓是接连不断 网友的讨论度很高 丽露修在进入创造营的第一天 就想要离开 原因竟然是不能玩手机 这也让网友吐槽了好长一段时间 在最近的一期节目当中 导师周震南在点评丽露修的时候 他故意用沉重的语气告诉丽露修 很遗憾 丽露修 这让丽露修还以为自己被淘汰了 嘴角不自觉就仰起了微笑 在看到丽露修这样的表情之后 周震南立马改口 但还是要恭喜你 第21名 这时的丽露修整个人都不好了 对于丽露修来说 成团并不是他最大的愿望 根据之前几次橘子榜的数据反馈 丽露修从最开始的人均4块多 再后来5块 6块 上涨速度其实并不算很快 如今突然突破10元大关 多少有些耐人寻味 不过好在网上有同步消息曝光 据说是笋丝里面出了几个富贵族 先是把丽老师的横幅挂在自家商城 后来更有胜者直接布置了摩天轮应援 看这排面 丽露修不出道恐怕很难收场啊 但是近日有网友爆料说 丽露修因为现实因素很难出道 但是热度能够一直维持下去 是讹厄厂会单独签约他 虽然成团出道的机会渺茫 但丽露修同样也有一个好的未来 毕竟路人员特别好 因此出道以后 也必须会获得大家的喜欢 当然了 最后也劝大家理智打投 尤其是损失 只免费投票就可以了 这几天外界传出 来将自家救命钱 拿去给偶像打投的消息 对此真的是感到十分的揪心 请千万理智追星 不要上投 偶像存在的意义 是让你我变得更好 而不是割韭菜 亦或者说是吸血 希望所有粉丝 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